我们进入主题吧 你问我答 马来西亚莲花俊仁助教问你 顶礼根本传承上师联身佛佛 师尊佛安 在每个夜底的29日 弟子会特别供养谈成 手工红 且已经得到师尊传法灌顶的 佛佛明王或空行 弟子会特别请其中一尊佛佛或空行 以本尊前前摄 佛佛共杯 放上饼干茶或红酒 染香共灯 修法以轨如常 送本尊咒则一千零八十遍 请师尊慈悲开示 这样子的作法 是否是如法供养 佛法 佛法供杯 正确的使用方法 以轨可否加入 齐请佛法守护的战绩 谈问 佛法明王或者是空行 特别请其中的一尊佛法或空行 以本尊前前摄佛法供杯 放上饼干茶跟红酒 染香共灯 修法以轨如常 他的供养应该少来一样 佛法 吃你的饼干 跟你的茶 有什么用 那是给小孩子吃的 饼干 干脆你供上糖果好了 干脆你供上棒棒糖 你有红酒 红酒 白酒 都可以 供妇法 不能少两样东西 一个是酒 一个是肉 我记得第100诗 甘丹吃吧 到西雅图雷藏使 那么他请我们的同盟 帮他买牛肉 帮他买牛肉 甘丹吃吧 帮他买牛肉 他在饭店 他住饭店 帮他买牛肉跟酒 我们问说 那你在饭店里面做什么 今天是他的副法 今天是他的 共复法的时间 他特别买酒 叫我们同盟 帮他买牛肉 他要带回饭店里面修法 他要供酒跟肉 你的供品 放上饼干 干脆你再换上棒棒糖 叫护法吃你的棒棒糖 吃你的千层糕 不要缺少两样 护法一定要供酒跟供肉 如果供你的本尊 那可以 供观世音菩萨 你就随意 你都可以随意 你都可以随意 但是共复法 一定不能切少酒跟肉 牛肉 羊肉都可以 牛羊的肉都可以 修法是可以的 这种做法 是如法吗 告诉你饼干 当然你也可以放上饼干 放上茶 但是你少来一个肉 少来一个肉 护法的供杯正常使用方法 供杯 当然也要填上酒 供杯也要填上酒 以鬼可活加入 齐寝护法守护的战绩 当然可以 你修护法 一定要赞养护法 一定有战绩的 当然可以 这是给莲花俊仁讲 而且你还是助教 所以听清楚了 供妇法不能切少酒跟肉 只是给莲花俊仁助教讲